画一个圆形 在做的时候 刚开始 心血缘 包括有些老师兄 你们在做的时候 主要是动作一般 都很简单 就是把肩尖往后一转 但是它难点难论哪 就是说放松 你在做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 你还要放松 这是难点 一般常见的一些问题是啥 第一个问题就是 很容易抬手 因为这个抬手 大家去看看 做一下这个臭动作 转肩尖吧 它总是抬手 看到没有 手抬起来 说明啥 说明手带用力 肩也用力 应该是手放松 垂下去 它觉得没有一样 然后呢 给肩发抬 你让肩尖这样转 手就自然垂了都行 这个板是一个习惯动作 你得需要注意看 注意看 慢慢克服 所以说刚开始做的时候 先不要着急 你先把动作先看准 看 转肩尖 手不要这样 这肯定 肯定不对 为什么不对 因为 你手背在用力 手在用力 才会起来 就跟手放松 它是 自由垂下去 记得听懂吗 记住啊 手不要抬 要转肩尖 你不管是站着练 或者是坐着练 都 同样的道理 要转肩尖 转肩尖 手不要动 手怎么办 手随着 随着肩 肩动 手就随着动 肩停 手就停 这样 化圆 这是第一点 关于手对话 不要抬手 第二就是 在坐的时候 好多 一般心血缘 这个动作比较常见 就是 它很容易把 呼吸 把呼吸 总是提上来 什么意思 它在转这个尖的时候 你看 看到没有 它这个 整体 它把这都 提上来 这肯定不对 应该是放松 把这个 叫 速射呼吸 其实就是放松 只要你 整体放松 它肯定是往下走 绝对不可能 就这样 所以说要 抬手 配合外形动物 不要抬手 胸也不要停 不要这样 这样 肯定是把你的力量 和这气都 都放到胸部里 咱们要放松 咱们要放松 要把这个 胸前 还有这个 后背 两侧 整体 全都放松 你放松 它身体 它那个线体 线体 它才会放松 线体一放松 它就会很容易 分泌 分泌这个 口水 对不对 它这个线体 也很难松 你得需要把这个 肌肉 关节 还有筋骨 完全放松 以后 它里面 那个线体 它才会打开 线体 线体一打开 那你这个 口水的 一般 师父讲是 这个空气当中 那个水分子 氧气 它进入你身体 进入多 这样的话 你在练的时候 只要你能够做到 身心离职放松 它就口水量 肯定会大 好 再看 先放松 不要提起 放松 你一松了 就下来了 身体中正 手呢 也放 转肩尖 你先看我做 你先不要练 先看我做 这儿 松下去 慢一点 再看一边侧面 尤其是这个越往上的时候 这个尖胶啊越往上的时候 越要放松 转完一圈 如果有口水 可以顺势两脚平行 不要外八字也不要内八字 背手双手 背在后腰 先屈膝 膝盖可以前屈 弯曲 然后口朝天 口不要这样 要九十度 这样九十度朝天 这样肯定不对 这样也对 一定要九十度朝天 这样 然后再做这个动作 再做这个动作 也要松也要慢 跟前面做那个动作一样 这个肩转完以后 背手屈膝 这个动作也要慢 也要松 抬的时候也要慢慢抬 不要太着急 不要用力 口啊 刚才师傅也讲过 口一定要 一定要九十度 九十度朝天 通完口水以后 把脚要慢慢收回来 收的时候 这个收拾跟起势 大家也要注意 你这个收完筋以后啊 收拾的时候 也要慢慢收 身体始终保持在一个公态 很松很慢很火 把脚也要慢慢收回来 很稳 双脚并龙 挨紧 然后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一般像我的习惯是啥 就是每次这个 練完工以后啊 双脚平行 我一般都是先 停一会 因为你这个 吐完口水以后啊 他那个身体 有个循环 你稍微停一下 好 然后再进入到下一节 我带大家去练吧 对对 好 先练好 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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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刚才是 讲了很多 这样那个 我练 然后您看也行 或者是 跟我一起练也行 来 双脚 摆紧 定动 大家就一定要跟着一起练啊 你光看是没有用的 好 双脚 双脚络于身体两侧 全身放松 眼睛平视前方 好 这一节叫太极 回春 屈膝下蹲 然后两个膝盖 微微下蹲 脉 脉左脚 脚根 慢慢离地 然后是脚尖 脉左脚 慢慢慢 全身放松 与肩同宽 两脚平行 骑马蹲当 等到身体完全放松 开始 两个肩胶 同时 向前 啊 别着急啊 慢慢做 别用力 肩胶啊 往前 腰放松 背放松 肩胶 再往上 手放松 手放松 不要抬手 手不要抬 手 再慢慢 往后 啊 啊 换圆 再慢慢 向下 啊 腰跨 放松 稍微是完全 啊 高到原来 好 第二圈 啊 先放松 啊 先不要动 啊 肩胶往前 往上 往后 往下 往下 第三圈 啊 腰背放松 腰胶放松 啊 往前 往上 往上 往后 往下 啊 慢慢做 别着急 一 第一四圈 第一四圈 前 上 后 下 下 如果有口水 可以扬出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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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来以后 继续做第五川 口水有更多 尖尖往前 不要抬手 全身放手 尖尖在五指上 慢慢转尖尖 再往后 往下 第六川 尖尖尖尤前 向后 慢慢化圆 第七川 第八川 遇到最后 可能是腰背有点酸 越来越放松 腰胖 松 手臂放松 慢慢落回到原位 这八川 划完以后 两脚慢慢站起来 记住 先看一眼两个脚 平行 平行 再背水 去吸 如果有口水 羊头腿 去吸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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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с 身体站直 慢慢把左脚收回来 双脚动作 这一节演示完毕 大家好 刚才小潮师兄给大家演示 演示得很好很到位 特别是听听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 除了他刚才讲的这些动作要领之外 你还记住那里边的动力一定要放松 所以老子的道德经呢 一再叫我们富贵于婴儿 老子的道德经还有一句话叫 不孝不追为道 所以我们要讲到天之路 返谱归婴 这都是我们的 宣安皇女和老子 成功的养生经验 那有的朋友说我高兴不起来 你站在历史的高度 你把中国的文化理解了 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让你活得幸福 活得快乐 你看你读道德经 经常读的朋友你细细 你细细读 是不是像儿歌一样啊 你看这戒律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你看 他的戒律世代中轻松 欢快 简洁 服序 而且 道理又很深重 所以我们练功呢 它是一种文化 所以我们一 一再就是把老子道德经 从皇帝英国经 旅主主的为刚 当然其他主的不是说不好 都很好 各有千秋 但是就讲那单方的 旅主主的那是无疑论 今天呢 我们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暂时讲到这儿 提个建议啊 我讲话 春母能听教吗 春母 那么听 谢谢